巴黎奥运在凌晨闭幕了 那么你可以看到在这一回中华队是两金五铜总共是七面的奖牌 好来看到在这一次包含了在金牌的部分 也就是我们的羽球男双拿下金牌 还有在全级的部分武器公司拿金牌 那么另外包含了是有这个铜牌的部分 加总总共是两金五铜来作收 好看到呢这个这一次当然呢 是这个多金数是首先追平了东京奥运跟雅典奥运 都是两金那七面奖牌的部分是仅次于东奥的十二面 在凌晨闭幕之后下一次呢 大家关注就是到2028了将会在洛杉矶来举行 那么在这一回你可以看到在巴黎奥运最终 美国队四十金四四银四十二桶 总共126面的奖牌是这个得到了第一 那再来看到是大陆的部分 四十金二七五二四桶九十一面的奖牌 那么在这个部分呢我们是排名来到第三十五 那当中还有看到在芬兰的部分 在这次夺牌是没有夺下任何的奖牌的 那在昨天的闭幕室我们也可以看到 应该是今天凌晨的闭幕室了 是由我们的林玉婷还有我们的杨君汉来担任掌棋官 并且在现场高歌 那同时还有个亮点就是先前就说 阿滩哥要来真的来了 在这个汤姆克尔斯从天而降 为什么还要来到现场呢 主要就是因为在下一届的主办方 也就是在这个城市洛杉矶 所以在这个部分在阿滩哥从天而降 将这个奥运的会期要送回洛杉矶 也是一个象征 那么不可能的任务 阿滩哥就来到现场了 那同时呢在下一届的主办洛杉矶 那么大家就来期盼了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比赛呢 在现在看到我们蛮期待就是棒垒球 重返五环棋 但是要看到除了棒垒球 棍带球板球回归之后 但是在这个腰棋市 橄榄球壁球会纳入 但另一方面举重跟拳击 很可能就要被取消了 在下一届就不会有这两个项目嘛 好那我们可以看到落幕之后 这个烟火也是点燃了整个呢 这个巴黎的夜空化下了趣点 我们先带大家来看到 好在闭幕式上你可以看到这个烟火是点亮了巴黎的夜空呢 随着这一次的巴黎奥运结束 南韩的索尔市长吴世勋又表示 南韩只要来申请2036的奥运举办城市 根据海门报道 吴世勋这回来到巴黎来进行考察 他也相信索尔能够做得更好 并且也表示索尔的竞争力要来自基础建设 在1988年汉城奥运的举办场地 经过现代化的改造之后 七年后会变成体育 还有会馆的一个综合场地 那么非常的符合现代对于低碳啦 永续低成本的需求 不过目前包含了印尼 土耳其 智利 印度四个大国都已经是呢 在这个城市都完成了申请 另外还有埃及 卡达 意大利 也在考虑申请当中 因此南韩现在呢也要来加入 这恐怕是一个非常激烈的战争 而这一次中华队在巴黎奥运 得到两金五桶的好成绩 奖牌数上是史上第二多 那么总共发作超过1.1亿的国光奖金 在今天上午呢又有这一批的 我们的中华好手返台 包含了是台拳道的甜心罗嘉林 还有举重好手陈慧等等 但是呢在举重还有拳节争议不断 现在也传出可能这两项 在下一届2028会来停本 正中间再一次 早上7点多又一批奥运英雄返台 其中台拳道甜心罗嘉林 一看到爱拳忍不住先来个抱抱 同行的还有田径选手林玉堂 之中好手陈文慧方元林 两人谈到这次出战巴黎 依旧很感动 赛场上的时候我听到还蛮多台湾人的加油声 感觉很像回到自己国家比赛 这一点是让我比较感动的一点 大家的支持我才有办法走到这里 感谢大家 不过如今传出台湾擅长的举重拳击 2028年洛杉矶奥运控划要取消 像是2008年北京奥运 由多位夺金名将陷入竞要疑云 而拳击项目国际拳总 又在中华队好手林玉堂 和阿尔及利亚选手克利福的 性别问题上大作文章 导致国际奥会主席巴赫放话 国际拳总部改革 洛杉矶奥运将取消拳击比赛 不过传出会增加台湾人超热爱的 这项运动 棒球上次出现是2020年 东京奥运 不过当时碰上疫情等因素 台湾退出资格赛 如今有望重返下届奥运 包含棒垒球在内的五项运动 全都回归 对此中华职棒回应 目前没有特别规划 而今年中华队一共夺下二金五桶 奖牌榜上排名第35 政府发出去的国光奖金 一共就有1.1亿多元 鼓离选手也希望下届奥运 中华队能再创夹击 记者黎清章TV台报道 好 接下来看到呢 在这一回我们两金五桶的部分 有这么多的好手 带大家来看到 首先呢就是在这个 东京奥运夺下金牌 那么接下来来到了 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的这个 巴黎奥运同样也是夺下了金牌 就是我们的林洋配 那么林洋配你可以看到这一次 再次的涌夺了这个金牌 也是创下了记录 这是在宇求男霜的部分 那么再来看到还有呢 同样好这一次这个争议不断 也就是我们的林玉婷 这个拳后 那最终呢也是靠着这个实力 把这个全级57公斤级的这个金牌 给带回来 再来我们可以看到 还有在铜牌的部分 好 铜牌包含了是 首先看到是李孟远 好 李孟远呢是在这个男子的一个定向飞把 是在我们的 在这个部分 涉及男者定向飞把 李孟远也是拿下了铜牌 那另外还有可以看到是吴诗怡 在上方这位呢 是这个全级 是60公斤级的 好 这个吴诗怡也是把铜牌给带回来 好 再看到唐嘉宏是体操的男子单杠的部分 这一回也是铜牌带回家 最终再来看到还有就是我们的陈念琴了 还有这个是在66公斤级的一个全级的部分 还有呢就是郭姓纯了 铜牌在这个举重的部分 在最终算呢 这个挑战金牌没有办法金牌带回来 但是还是把铜牌给拿下59公斤级的这个 郭姓纯在这个部分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所有的好手们陆续都已经回到台湾了 台北市长蒋湾也邀请 所有我们这些体这个中华家们 在教练团还有呢家人 还有他们就是自己了 在这个要可以来到信义区的香蹄大道 要参加在台北8月16号 要来主办的时尚party活动 蒋湾就强调这一次的时尚party呢 跟过去传统的晚宴很不一样 这一回特别还规划了时尚走秀 就是让选手家人教练工作人员好 大家在这一天都可以一起同乐 也能够好好的放松 我看到运行的比赛我们都非常感动 那他确实顶住了压力 扛住舆论的压力 用实力来证明自己 也急迫这些所有的留言 所以我们都为他感到非常的骄傲 台湾的女儿能够站上奥运奥殿堂 拿到金牌 我想我们都与有永远 那当然8月16号 我们也再次的欢迎大家来 香蹄大道 参加我们的奥运英雄时尚派对 那我说过我们想要有别于过去传统的晚宴 我们特别规划时尚party 就时尚的走秀 让所有的选手 还有家人 他们的教练工作人员 都可以一起同乐 那最重要是希望他们很近距的 能够让民众可以接触到 他们所喜爱的选手 那之后 也有别处心裁的after party 所以我们就希望让所有的选手 能够好好的放松 也带着这份拼搏的精神 回到家乡 然后感受到所有的民众 对他们的支持跟鼓励 而台湾的拳后林韵婷 成功地在巴黎奥运摘金了 闭幕式上头 他是跟选手杨俊翰两个人 来共同担任掌棋官 带着中华队进场 但是在转播的画面 却完全没有特写 看得转播的台湾观众气得大骂 而至于在台湾呢 全台是来欢庆林韵婷夺下金牌 国民党发鸡牌跟珍奶 新北市还把8月12号就定为 林韵婷日 竹落淡海跟安坑的轻轨 一日免费搭 那么新北的各博物馆 12号开始全部免费进场一周 巴黎奥运闭幕式中华代表团 由夺进的台湾拳后林韵婷 和台湾最速男杨俊翰 党长齐官带中华队进场 没想到转播画面 中华队竟然连一个特写镜头都没有 瞬间成了眼力大考验 虎手电视机前的台湾观众 拿望远镜照都找不到大骂翻 台湾人力挺林韵婷 国民党更狂发300份鸡牌 和100杯珍奶庆祝拳后夺金 新北市还把8月12号定为林韵婷日 12号开始一周内 从运动中心博物馆到轻轨 都推出面费活动 总统耐信得也和多牌的林韵婷 陈念琴 岳阳世叙说恭喜 恭喜你荣获奥运拳击金牌 有国人还有总统在我后面 给我当支持跟后盾 怎么会想到背教练 也是想要感谢教练 就是在场上的事情 我可以自己解决 在场下还好有教练 那他帮我扛下眼界了 赖总统也对林韵婷 无敦卷入性别争议抱不平 一方面很心疼 一方面也很为你打抱不平 那也庆幸 你不用拳击混碎的 无谓的口水 听说你要投入公益 是吗 还霸凌这个事情 不仅是反霸凌 就是只要是公益 我都会想要去多多的推广 同样卷入性别争议的 阿尔街利亚金牌选手 克利福决定针对网路骚扰案件提告 为争议尊严和荣誉而认 对比我国体育署 却只说尊重林玉婷和造恋决定 国际记者会为什么到现在 还没有召开 纯正信函实在是太软了 这种毁谤或是直接司法的部分 要在国际直接提出司法的诉讼 民众也认为 政府不该将诉讼责任丢给选手 我们就本来就是女生 要积极保护 政府本来就是要这样子做 要积极真的 不能这样 得金牌不容易真的 应该帮他才对 林玉婷全集摘金 全台真光 政府也该做最强后盾 保证选手权益 记者张志明 曹廷涵采访不到 台中大理国民运动中心 在这边SPA池居然飘服着 这个油垢泡泡等等 甚至整个池水看起来十分的混浊 底部有细沙 那么原来是为了庆祝 林洋配夺金一连四天免费的入场 这样周末假期人潮爆浪 导致这水池过滤来不及 民众享受SPA池高压水柱 冲肩颈 舒压 另一处还有按摩躺椅 整个人躺上去超惬意 但日前却传出 水池上漂浮着油垢泡泡 旁边还有黄色污垢 水池污浊 民众发问卸下 这就是运动中心 游泳池的管理品质 T文1出现调除超多留言 嘲讽有够厉害 超饿 水面都是有够超脏的 水質不佳 原来是运动中心为了庆祝 林洋配夺金 连四天免费入场 加上假日人数爆量导致的 其实我们大概增加了 五成的入场人士 原则上面我们当时 大概就是会因为因应人士 有加强过滤 还有我们调整PH的部分 那所以产生一些泡沫 同样产生泡沫 过滤速度不及 甚至在免费期间 还有人没淋浴卸妆就下水 水质不佳 引起使用恐慌 淋浴间还曾出现发霉状况 虽然种种卫生问题都改善 但会不会再发生同样情形 还要再观察 记者赖宏伟 黄蜂巨 陈广 彭于飞 太重采访不到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芦荟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芦荟协 协会认证高品质的 酷达索芦荟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芦荟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芦荟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blow your care